出道十幾年的蒲敏英 從城市獵人李敏浩 Healer持槍絮 經歷書為何那樣蒲敘俊 她的私生活精彩玉 以及氣象廳的人們宋江等 合作過的演員都是天才及男神 不管跟誰都素配 還能創造話題助攻收拾 演出不少快智人口的作品 蒲敏英在訪談中透露 最珍惜的作品是成軍管緋文 也是她人生重要的轉折點 除了劇中女扮男裝引起話題 她也一舉摘下優秀演技獎和網路人氣獎 是她學習最多也成長最多的一部劇 蒲敏英經常在劇中大談辦公室戀情 她也分享現實生活中的愛情觀 李信表示這兩部都是非典型的異性關係 所以和我的價值觀有所差距 她說自己對戀愛抱持著應該輕鬆談的態度 這世界已經很複雜 不想連談個戀愛情緒都會如此波動 至於未來想挑戰什麼戲路 喜歡運動的她想嘗試動作片 趁著年輕善加利用這個優勢 有實力有外貌的蒲敏英 在被問到很多女孩整形時 都指定她的臉作為範本 蒲敏英卻笑說對自己的外貌 沒什麼特別滿意的地方 硬要說的話就是乾淨清澈的眼睛 還有略帶微笑的嘴角吧 更說正努力嘗試接受真正的自己 不管你怎麼想 你在我們心中永遠是最完美的啊